搶銀行的最佳方式 問,銀行家和結勢之母師有什麼區別? 答,結勢之母師從外面搶銀行,銀行家從內部搶銀行 問,搶銀行最佳的方式是什麼? 答,搶銀行最佳的方式是,擁有一家銀行 威廉、克盧福德、加利福尼亞州儲蓄貸款部委員 人們是精明的,隨著人類的進化,金錢也在演化 之所以會有這麼多人陷入金融危機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錢發生了演化 而我們並沒有隨之改變 我們沒有改變的一個原因就是 存在一個與我們的財務智慧作對的陰謀 我們的演化被陰謀阻礙了 每當涉及錢的問題時,大部分人都很精明 即使十歲大的小孩都知道五美元和五十美元面額的鈔票之間的區別 如果可以在五美元和五十美元的鈔票之間進行選擇 大部分小孩都會選擇那張五十美元的 為了消除我們在財務上的天生之質 就必須要讓我們在財務上變得頓 這一點通過銀行得到了實現 通過銀行複雜而令人困惑的系統,金錢得以創造 對於有邏輯的人來說,現代貨幣體系在很多方面並沒有什麼意義 比方說,它是如何無終生有地創造出數萬億美元的 讀者評論 你有多少次被人要求在這女、這女、患有這女簽字 卻沒有仔細看看自己正在簽字的具體內容 或者連要求你簽字的人都沒有向你簡要解釋其中的內容 這種行為通常被說成是為了方便客戶,讓問題更加簡化 然而,在大部分情況下 這只是讓客戶變得更頓了意義 Deafire Breather 金融童話 當我還視過孩子的時候,我相信童話 但是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我知道了童話只是為小孩子編寫的故事 因此,當一方面美國總統讓我們相信希望 另一方面美聯儲卻在無終生有地印刷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時 我便開始考慮我們的領導人是否希望全球的人都相信有今我的存在 很顯然,我們的領導人已經在無意間發現了一隻能夠下金蛋的神奇的我 這指我能夠從空氣中創造出財富 我希望,我們的結局不會像,會下金蛋的我,哪個故事中寫的那樣 魔術表演 我小時候很相信魔術 長大後才知道原來並不存在什麼魔法 那只不過是騙人的棄法 是熟練的手法罷了 不幸的是 今天創造金錢的真實方式 恰恰就是魔術 熟練的手法 創造金錢就是一場魔術表演 美國財政部以國庫券的方式發行了一種債券 美聯儲為這種債券填寫了一張神奇的支票 接著支票被傳進了商業銀行 商業銀行再將支票發放給地方銀行 地方銀行再發放給更下一級的銀行 然而 這並不是氣法的全部 真正的魔術在於貨幣供給在每個銀行都增加了 由於存在一種被稱為部分準備金制度 一的氣法 所以每當銀行收到一美元 事實上它就能印刷出給一美元要多的貨幣 關於這個制度 我們隨後將在下文中進行更加具體的討論 每個銀行都可以進行這種氣法 銀行必須要做的一點就是 找到像你和我這樣為了金錢不顧一切 願意為借這種魔術貨幣寧可出讓自己生命的人 你越不顧一切 利率也就越高 所有的銀行 不論大小 實際上都被授予了印刷鈔票的權力 你不需要戴上面具來搶銀行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擁有一家銀行 今天的人們要理解金錢是很困難的 如果你是一個誠實勤勞的人 銀行如何創造這種魔術貨幣你是不會明白的 有錢人會通過一種讓誠實的人們難以理解的貨幣系統來消除我們的財務智慧 這就是它們的陰謀 擁有一家銀行並不僅僅是印錢的執照 還是合法偷竊錢財的執照 我並不是說銀行家全部都是騙子 大部分銀行家都是誠實的人 並且不知道這種搶略是如何完成的 許多銀行家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如何習慣於從客戶那裡到取財富的 銀行家同理財師或房地產中介商沒什麼區別 它們會主動跟你握手 問我可以為你提供什麼服務嗎 大部分銀行家只是在做一份工作 與我們其他人一樣 討生活而以偷竊我們財富的是貨幣創造體系 這個體系 讓一些人變得非常富有 金錢的演變 隨著人類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社會要求人們以更加複雜的方式來進行交易 金錢發生了演變 接下來 我將用非常簡單的術語來描述金錢的演變階段 金錢如何從真實貨幣演變為魔術貨幣 一以物易物 最早的貨幣系統是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是指 用一種產品或服務來援取其他的產品或服務 比如 如果一個農民養了雞 而他需要孩子 他可以用自己養的雞來援他人製作的孩子 以物易物的一個顯著問題就是 交易速度慢 單調佛味 而且很費時間 很難衡量物品的相對價值 比如 如果鞋像不需要雞怎麼辦 即便鞋像需要他的鞋值多少子雞呢 可見 人類需要更快速更有效的交易方式 因此金錢發生了演變 然而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 如果經濟持續下滑 貨幣持續吃緊的話 你會看到 以物易物交易次數的增加 以物易物的一個好處就是 政府很難對這種交易精稅 稅收部門可不接受雞 以實物貨幣為了加速交易過程 一些部落中的人們開始以某些物品來代表價值 貝殼是實物貨幣最早的形式之一 石頭、有色寶石、珍珠、牛、羊、黃金、白銀都曾經當過實物貨幣 養雞的農民不再需要用雞來換鞋了 他可以吸鞋賬六個有色寶石來買鞋 實物貨幣的使用加速了交易的過程 更多的交易可以在更少的時間內得到完成 今天,黃金和白銀依然是國際範圍內被普遍接受的實物貨幣 這是我在越南吸取的經驗教訓 紙幣是國內的,而黃金是國際的,甚至在地國也能作為貨幣被接受 三票據貨幣為了保護貴重金屬和補石的安全 有錢人會將自己的黃金、白銀、補石交給自己信任的人保管 然後,保管人為這個有錢人發放票據 作為保管貴重金屬和補石的憑證 這就是銀行的初形 票據貨幣是最早的金融衍生物之一 再次重申,衍生物這個詞表示 從別的東西那裡衍生出來的意思 就像橙汁來自柳丁、雞蛋來自雞一樣 隨著貨幣從代表價值的實物演變為價值的衍生物、票據、商業的速度加快了 古時候,當商人穿越沙漠 從一個市場到另一個市場的時候 他不會帶著黃金或白銀 因為他害怕在路上被搶劫 他會隨身攜帶代表了自己存儲的黃金、白銀、補石的票據 票據就是他所擁有的貴重物品的衍生物 如果他在遠方的目的地購買產品的話 他會用票據來支付自己的產品 這種票據就是真實價值的衍生物 然後,賣方就會拿走票據 並且將其存入自己的銀行 這兩個城市的銀行家不用將黃金、白銀、補石混過沙漠 傳入另一家銀行 而是簡單地根據票據將買方和賣方的借款和存款進行結算或調整 這就是現代銀行與貨幣系統的初期形態 貨幣再一次得到了演變 而商業的速度又提高了 如今,票據貨幣的形式有支票、銀行匯票、電匯、以及簽帳卡 羅斯柴爾德三細曾對於銀行的核心業務進行過描述 那就是,推動金錢從A點,他所在的地方 向B點,需要他的地方的移動 四部分準備金票據貨幣 隨著財富通過貿易而增加 銀行的金庫開始裝滿了貴重的實物貨幣 例如,黃金、白銀、補石 銀行家迅速認識到黃金、白銀、補石對於他們的客戶並沒有什麼用 對於交易業務來說,票據更加方便 他更加輕薄、安全便於攜帶 為了賺更多的錢,銀行家從存儲財富轉變為出借財富 當客戶來銀行借錢的時候 銀行家只需發行另一張有利息的票據就可以了 換句話說,銀行家認識到他們不需要用自己的錢來增錢 事實上,此時銀行家已經開始印錢了 以貨代款,inkind,這個金融術語源自得語,kinder的意思是孩子 以貨代款也是幼稚園,kindergarten,一詞的字免起源 以貨代款這個金融術語源於一個借款的人用牛作為擔保從銀行家那裡借錢的典股 如果借方的牛在銀行擔保期間生了小牛的話 銀行家就將小牛也看作是貸款協議的一部分 這就是利息支付的起源,或者按照銀行家的話說 叫做以貨代款 由於銀行家可以從利息支付、以貨代款中增錢 很快他們就開始放出給自己金庫中的貨幣更多的貸款 這就是魔術表演開始之時 這就是銀行家從母子裏面釋出兔子的時候 比如,他們的金婦女可能有價值一千美元的黃金、白銀和寶石 但是他們可以發放二千美元的票據用於流通 這些票據都可以對哪價值一千美元的貴重物品主張所有權 在這個例子裡,他們創建了一種以一的部分準備金、金庫中每一美元的黃金、白銀和寶石對應兩美元的票據 銀行裡的錢只是流通中票據的一部分 銀行家用自己不曾擁有的錢來獲取利息 如果普通人這樣做的話,會被看城市欺詐或偽造 然而,銀行這樣做卻是完全合法的 由於有更多的錢在流通,人們感到自己更加富裕了 只要每個人不會同時要回各自的黃金、白銀和寶石 這種擁張的貨幣供應就能正常運作 用現代的術語來說 這就是經濟學家口重的經濟增長是因為貨幣供應的擁張 在美聯儲等中央銀行出現之前 許多小銀行都發行自己的貨幣 當這些銀行逐漸變得貪婪 向外借出的票據貨幣給自己金庫中所儲備的黃金、白銀、寶石多太多 又無法滿足儲戶取款的需求時,銀行破產了 這也正是英格蘭銀行和美聯儲創建的原因 他們只想要一種形式的貨幣,他們的貨幣 而且他們想要規範部分準備金制度 中央銀行的創立受到了開國元分的激烈反對 美國憲法的簽署者反對建立這樣的機構 然而,1913年,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和美國國會的批准下 美國聯儲的成立標誌著這個超級財富體開始與美國財政部進行合作 美國現有的錢都被這個合作關係所控制 沒有其他銀行能夠發行自己的貨幣 這再次認證了梅耶、亞姆斯切爾、羅斯柴爾德在將近一個世紀前說出的具有預見性的話 如果我能夠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供應 我就不在乎法律由誰來制定了 現在,奧巴馬總統和美國國會正在努力通過改變或加強金融規則來解決金融危機 但是,就像羅斯柴爾德一樣 有錢人的陰謀共同體根本不關心規則 所有控制全球中央銀行的銀行聯合體只關心總統和國會能夠為處於掙扎中的經濟 而是注入多少救市和刺激性貨幣 這個聯合體想要的一切只是這些救市貨幣所帶來的利息 這些為了救市和刺激性專案而創建出的數萬億美元的魔術貨幣 2009年,當總統和國會討論一項新的八千億美元救市計劃時 一整套政府專案被創建 都用於為經濟運轉注入金錢 其中大部分都是秘密進行的 並且用了一級交易商信貸便利或商業票據信貸便利等奇怪的名稱 我們很少從媒體哪裏聽到這些專案行動的消息 但是,通過這些新近創建出的項目行動 美聯儲為保障貸款注入了至少3萬億美元 以及發放了高達5.7萬億美元來保障私人投資 所以,誰的權力更大? 美聯儲主席白南克還是奧巴馬總統? 讀者評論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引人入性的問題 隨著我越讀了越來越多有關這個問題的內容 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美聯儲不僅僅是政府創建的一個用於控制貨幣的實體 同樣,我認為關注哪個實體更有權力意義不大 我在意的是他們在一起時具有凌駕於人民之上的更大權力 Bredicken 這就是上一代和這一代銀行家對銀行進行的略奪 不管人們是否認同這場陰謀 現實就是,數萬億美元的魔術貨幣加上利息 這筆巨款將不得不由未來的幾代人來之父 我們用子孫的未來為自己今天的錯誤埋單 五法定貨幣 當尼克森總統在1971年切斷了美元和黃金的聯繫時 美國就不再需要在自己的金婦女儲備一定糧的黃金、白銀、寶石 或者其他任何東西也可創造貨幣了 嚴格來說,1971年以前,美元是黃金的衍生物 1971年之後,美元成為了債務的衍生物 切斷美元和黃金之間的聯繫意味著銀行正在進行著嚴重到令人無法容忍的掠奪 法定貨幣指示由政府的良好信譽與信用支持的貨幣 如果有人妨礙了政府和中央銀行在貨幣上的壟斷 政府有權將這些團體或個人以欺詐或偽造的罪名送進監獄 法定貨幣意味著各種稅收等政府應得款都必須要用這個國家的貨幣進行支付 你不能夠用雞來支付自己的稅款 刮下硬幣的邊緣 當貨幣還是實物貨幣,特別是金幣和銀幣的時候 人們很容易就能知道自己的錢什麼時候變少了,被人掠奪了 早在羅馬帝國時期,騙子會試圖刮下硬幣的邊緣來騙人 這也就是為什麼大部分羅馬硬幣的形狀都不規則 看上去怪怪的原因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現代硬幣都在邊緣上有粒槽的原因 如果你收到一枚邊緣光滑、形狀不規則的二十五美分硬幣的話 你很快就會知道有人從這梅硬幣上錯掉了一些金屬 而這梅硬幣也就不值錢了 即,有些人偷走了你的錢 在錢的問題上,人們是精明的 但是只有當他們能夠看到、觸摸到 即感覺到錢的時候才是如此 降低硬幣的成色 羅馬人在貨幣上被欺騙的另一種方式就是硬幣成色的降低 這就意味著政府駐幣廠不再使用純金或純銀硬幣 而是將黃金或白銀與聶或銅等非貴從金屬進行融合 稀釋硬幣中黃金和白銀的含量 從本質上說,硬幣已經失去了價值 而通貨膨脹也隨之增加了 通貨膨脹是貨幣價值下降的衍生物 1964年,美國政府做了羅馬政府當年做過的事情 政府收走了我們的銀幣 將它們換成了普通金屬硬幣 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們的硬幣粒槽邊緣會有同的色調 儘管粒槽保護了硬幣免租邊緣被掛的命運 但政府卻將銀幣中的銀拿走了 這意味著硬幣的價值被掛掉了 在1964年以後,沒有人再掛硬幣邊緣了 因為硬幣本身不再有價值 1964年,還在上高中的我就開始盡可能多地搜集舊銀幣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 但就是有一種類似強迫症的感覺 我知道有些事情發生了變化 而自己最好能堅持持有真正的銀幣 而不是硬幣 幾年後,我發現自己的做法印證了格雷因法則 格雷因法則指的是 當劣幣進入流通後,量幣將被藏抑 其實我和上一張中提到的那個越南水果小販一樣 都對貨幣系統的改變作出了回應 我將劣幣換成量幣,即銀幣 然後將其放進我的硬幣收藏中 直到今天,我環保存著當時搜集的一些銀幣 看不見的銀行略奪 今天,在我們的貨幣中 掛掉硬幣的邊緣和降低硬幣的成色等情況 依然在繼續,指示換了總形式出現而異 由於一些貨幣變成隱性的了 成為了債務的衍生物 銀行家進行的銀行略奪也變得更隱蔽了 這也就意味著大部分人都不能看到銀行是怎樣 偷走他們的貨幣的 下面就是現代銀行家對銀行進行略奪的兩種方式 一銀行部分準備金制度 假如設定十二一的儲備限制比例 比例可以根據經濟形勢進行調整 當你往銀行傳入一百美元的時候 你的存款銀行就可以發放由這一百美元 關聯出的一千二百美元的貸款 每當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的錢就被刮取和稀息了 通貨膨脹也會增加 比如如果銀行為你的一百美元每年支付百分之五的利率 即每年支付給你五美元的利息 然後 收入銀行就能以百分之十的利率 向外放出貸款一千二百美元 這就給他們帶來了一百二十美元的利息收入 銀行通過部分準備金制度降低了你的貨幣成色 搶走了你的財富 而且利用你的一百美元賺了一百二十美元的利息 而你用者一百美元卻只能賺五美元 銀行部分準備金制度是現代的銀行 加重硬幣上刮取價值 降低硬幣成色的一種隱蔽方式 這是一種現代的銀行略奪方式 卻很少有人能夠了解這一點 每家銀行 甚至你家隔壁的銀行 都可以用這種方式無終生有地創造出金錢 當銀行收到你的存款時 他會說 謝謝你 因為他可以像變魔術一樣印出更多的錢了 當銀行家借出給你存入的錢更多的貨幣時 貨幣供給就會擴張 而通貨膨脹也在除之加劇 1983年6月 聰明的投資銀行家又想出了一種新方法 他們將數以千計的抵押進行打包組合 將他們轉化為債券 然後統稱為債務抵押債券 CTO 這是債務的一種衍生物 接著 他們將債務抵押債券出售給全世界 作為政府和公司債券的替代產品 目的和標準普爾等評級公司 將這種重新包裝的債務定位為投資級別 而美國國際集團、房利美、房地美等保險公司 也確保了這種交易具有信用為約互換 而 為什麽者設准保險公司用互換這個詞 而不是保險 這是因為公司被要求 保單背後需要有資金的支撐 而互換背後不需要資金的支援 這也是為什麽美國國際集團等公司 在抵押市場崩潰的時候會破產的原因了 這就像當事故發生之後 你卻發現對你的車進行保險的保險公司 也破產了一樣 隨著對債務抵押債券需求的增長 抵押銀行家們增商提供服務 最後 他們終於發現了可以放貸的新客戶 有些窮人非常缺錢 又想要在沒有首付款的情況下 買新房子或者用舊房子做二次融資 並且投入了他們所有的資產 賜匯表中從此出現了一個新詞 賜給貸款 當賜給貸款者能夠按月支付月供的時候 一切都運行順利 而2005年 作為貸方的房地產市場開始崩潰 這次金融危機原至美聯儲賦與銀行過度的權力 銀行通過部分準備金制度出借自己並不擁有的財產 問題在於聯邦政府做好準備替這個衍生物負帳了 這個數目要超過600萬億美元 政府負帳的行為導致了現代銀行家搶略銀行的第二種方式 存款保險 以存款保險 存款保險 存款保險是為了保護銀行 而並非儲戶 在美國 我們有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這個公司能夠保護我們的存款 但是 他的首要目的是保護花旗銀行 美國銀行 摩根大通 那些導致這場危機的銀行 當所有儲戶都在排隊 要同時取出自己的存款的時候 就意味著發生了銀行制度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存在就是為了確保銀行不會出現制度 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存貸危機出現時 存款最多得到五萬美元的保險 當存款和貸款出現問題的時候 存款保險增加到了十萬美元 2007年經濟危機開始後 保險增加到了二十五萬美元 這些保險額的增加讓人們相信 即使銀行倒閉 儲戶也不會失去自己的存款 從2007年到2009年 儘管銀行經營不善的案例愈來愈多 銀行制度的情況也非常少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儲戶感到很安全 儲戶感到很安全 因為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會保護他們 儘管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做了很多好事 但他同樣也保護了不合格、貪婪、不誠實的銀行家 通過給人一種外險的安全感、一種財政支援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獎勵了那些銀行家 而銀行家卻在用儲戶的金錢進行風險愈來愈高的操作 儘管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聲稱會對那些買了保險的銀行進行賠付 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實際上並沒有足夠的錢來應對今天的損失 因此 對這些損失的賠付落在了納稅人堅上 這是通過救市的形式進行的 銀行家帶著數十億美元離開 而我們則陷入了帳單償還之中 銀行不是平等的 現在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聽到救市這個詞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銀行都得到了援助 救市只是針對最大的銀行進行的 如果規模較少的銀行破產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通常會通過股息率來解決問題 比如 如果你和我擁有一家小型銀行 而我們的銀行有太多的貸款壞帳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就會關閉銀行 附清儲戶的存款 而我們和我們的投資者就會失去開創銀行時所投入的股權 股息率通常是較少的銀行家在沒有政治影響的情況下處理問題的方法 第二種選擇就是證券跌價 當大型銀行開始接管遇到困難的銀行時 就會出現證券跌價 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 這種情況發生了好幾次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摩根大通收購華盛頓互助銀行的案例 這是較大規模的銀行獲取市場份額的簡單方法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在週五接管了遇到問題的銀行 然後在下週一將其作為較大銀行的分公司重新開張 我們需要再次聲明 這是證券跌價而不是舊市 舊市通常只留給哪些擁有政治影響 哪些常進行高風險操作 因而對經濟有重要影響的大型銀行和銀行家們 即所謂的樹大不易倒 就像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前董事歐盟 斯普拉格說過的那樣 在舊市中銀行不會關閉 每個人不管有沒有投保都得到了充分保護 除了哪些被解僱的管理人員或持有的股權價值 被嚴重稀息的股東 這種待遇是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授予選定的部分銀行的特權 舊市指示為有錢人準備的 如果摩根或花旗銀行之類的大銀行遇到問題 納稅人就會為所有的損失埋單 這意味著25萬美元的限制不適用 如果歐洲的銀行或者來自墨西哥的婦人 在美國大銀行記憶體有數百萬的存款 他們的錢會得到存額償還 美國納稅人會為他們埋單 如果你和我也去無銀行所無的高風險的話 我們便會失去一切 我們是得不到夠使援助的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就是一個保護最大銀行的煙幕彈 如果美國大銀行陷入困境 政府就會為其進行救市 曾經的錯誤 2009年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向全世界承認 美聯儲犯了錯誤 但他沒有說誰將為這些錯誤埋單 當然 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就是納稅人 押金為止 已有超過1800億美元的納稅人的錢流向了美國國際集團 當這不夠市款中的1.65億美元被用於給造成損失的首席執行官門發掌金的消息披露後 納稅人憤怒了 他們的憤怒傳到了美聯儲主席白南克、財政部長蓋特納和總統奧巴馬那女 三位領導人這才承諾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 許多人都想知道 這些獎金到底流向了誰的口袋 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 為什麼美國國際集團這樣的保險公司會先得到救市款呢? 救市的錢不是為銀行準備的嗎? 華爾街日報 引用了一份秘密檔 聲稱美國國際集團的救市資金中有500億美元流向了高盛、美林、美國銀行、以及部分歐洲銀行 換句話說 美國國際集團得到救市的原因是 它欠了全球最大的銀行很多錢 並且沒有現錢來償還 在2008年第四季度 美國國際集團公布了公司歷史上最大的虧損 大約617億美元 這意味著 它每小時損失了2700萬美元 比美國國際集團更大的失敗 2009年 對美國國際集團的援助暫列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一次救市 但是 房地美可能會成為更大的救市案例 就像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業務是為我們的存款進行保險一樣 房地美的一個主要業務就是對貸款進行保險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失去工作 房地美同樣也出現了巨大的虧損 例如 2009年3月 房地美收回了3萬多處住宅 每個月對每一處住宅進行的維護大約要耗費3300美元 所以說 預計對房地美的這次救市要比美國國際集團更加昂貴 回到未來 在本書的第一章中 我曾引用老布希總統的說 他安慰我們說 這項立法將會保障和穩定美國的金融體系 並將推行永久性的改革 使得這些問題不會再發生 他說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對於儲蓄和貸款業的舊事 今天 你和我都知道 這些問題確實有一次發生了 在儲蓄危機中 參議員約翰、默海恩捲入了林肯儲蓄與貸款機構的失敗 以及數十億美元的損失之中 比爾、克林頓和希拉裔、克林頓捲入了默迪森 擔保儲蓄與貸款公司的失敗之中 而布希家族則直接捲入了希爾弗拉多儲蓄貸款銀行的失敗之中 參議員菲爾、格拉姆在1997年和1998年幫助費除了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這項法案是在二十世紀初大蕭條期間編寫的 其目的是為了避免儲蓄銀行同時進行儲蓄和投資 隨著、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宗旨 銀行的搶略就開始迅速增加 有趣的是 我們需要指出 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格拉姆參議員 從銀行、股票代理公司、保險等行業 獲取了二百六十萬美元的競選捐款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克林頓總統和他的財政部長 羅伯特、魯斌、拉女、薩默斯、以及帝母、蓋特納 現任財政部長、都市參與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人員 該法案的廢除也導致了花旗銀行的形成 考的是 魯斌馬上離開了白宮 成為了這個新公司的首腦 我的觀點是 大銀行的搶略須要以政治為後台 這也就是我們的政治家對於 舊市方面的反應如此緩慢的原因 在一個如此腐敗的體系中 我們還能相信會出現什麼改變嗎? 讀者評論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正確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們能否改變這個體系 所以 也許我們應該問一個問題 既然這個體系存在 我們該如何從中獲益呢? 羅曼樂夫斯基 我記住的最好的一句話是聖洪今地曾經說的 欲變世界 先變其身 just mailm 全國性破壞 讓我們回到1791年 湯馬斯、傑忽信非常反對成立中央銀行 反對的原因就是我們今天所正在經歷的一切 傑忽信指出 憲法並沒有授予國會創立銀行或其他類似機構的權力 他繼續指出 即使憲法授予了國會這種權力 國會應用這種權力也是非常不明智的 因為 允許銀行做錢只會導致全國性的破壞 事實上 傑忽信不止一次將銀行業的危險和現役部隊的危險進行比較 讓我們重複約翰、梅納德、海恩斯說過的關於放任貨幣供應的話 沒有比放任貨幣供應更能以微妙而確切的方式顛覆全社會基礎的了 這個過程涉及經濟規律在所有破壞方面的隱藏力量 並且用一種十分隱蔽的方式進行 一百萬人中也很難有一個能夠認識到這一點 換句話說 我們很難認識到自己看不到的東西 今天,銀行正在我們的被子底下搶奪我們的財富 他們是隱身的小偷 只有當你知道自己該尋找什麼的時候 隱身的小偷才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金錢新規則第五條 睡覺也能賺大錢 在本章的開頭 我們討論了貨幣是怎麼從以物以物演變為數位化貨幣的 貨幣的演變速度快如光速 今天,為什麼有人能日進數十萬美元 有人還在為七美元一小時而工作 這就是速度的差異 今天,一個人能越快地進行業務交易 賺的錢也就越多 比如,一個普通的醫生一次可以看一名病人 在同等時間內,一個擁有全球網路業務的高中生能夠和無限多的客戶進行交易 患能一週二十四小時全天無休 他可能會比醫生多憎很多 這其中的差別 我將在下一張中談到 一種工作是非物質的網路業務 另一種工作是物質的醫生 一種工作成指數地創造財富 另一種則成善性地創造財富 許多人至今仍在財務上苦苦掙扎 因為他們創造財富的速度太慢了 他們增錢的速度超不過銀行印錢的速度 當涉及金融交易時,大部分人依然處於石器時代 他們以小時、月、或者交易數量來獲取報酬 為佣金工作,就像房地產仲介或股票經紀人一樣 哪些在未來能夠成功的人士了解業務和貨幣變化速度有多快的企業 以及哪些對變化具有很強的適應能力與靈活性的人 符言 關於全球貨幣系統的更多細節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貨幣體系的細節 我將向你推薦以下這些非常棒的書籍 一書《愛德華 格旅分的 從節基爾賭來的家夥》 這是一本很厚,但是很易讀的書 該書講述了富人陰謀的歷史 我曾將這本書讀了三片 每一次都能開闊我的眼界 讓我進入一個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才了解的世界 這本書詳細地描述了美聯儲是怎樣形成的 貨幣是怎樣創造出來的 隔旅分的許多觀點都與我不謀而合 這本書早在一九九四年就已出版 但書中內容卻準確地反映了現在的一些問題 另外,該書看起來更像是一本犯罪小說 而不像是關於全球經濟的幾實作品 以李查、鄧肯的《美元危機》 這本書完成了對經濟陰謀的全球性描述 《美元危機》解釋了一點 今天世界經濟正在發生的事情是由捷基爾賭會議導致美聯儲的形成而引發的 鄧肯的書還解釋了美元是如何影響日本、墨西哥、中國、俄羅斯等國、 以及東南亞、歐盟和其他地區的繁榮與衰落 這兩本書的內容都很棒 也都是由傑出的作家所寫的 這兩本書對於我們為什麼會陷入全球金融危機給出了更加完整和深入的描述 到了繼續前進的時候 《夫人的陰謀》第一部分到這女就結束了 在第二部分 你將會了解如何在經濟繁榮和衰落的時候都能有出色的財務表現 當數百萬人都坐在他們的屋頂上被洪水搬的債務所包圍 盼望有人能夠拯救他們時總有一些人仍在繼續前進 這本書說得就是這些 現在,你已經知道這場危機的一些歷史性原因了 到了該關注個人解決方案的時候了 而不止是一味關心是什麼導致了這場全球性的問題 本書的第二部分將告訴你如何利用這場陰謀的策略 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在這場陰謀的策略 在這場陰謀的策略